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12月10号,柯杰跟李志贤下的另外盘往棋 这盘棋柯杰直黑,以志贤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开局呢,双方还是各自挂角定型,黑棋点33 然后白棋也点,这个都是非常普通的变化 之后白棋三间立夹,黑棋先往右边逼住,以后可以发展大模样 白棋没有选择尖顶,直接罩住的话,那白棋还是想取歪式 黑棋这个地方以后是可以后手活的 接下来黑棋左上断打,先在这里挑起战斗 白棋斑,断,黑棋打持 这个地方白棋直接翻打去开截的话呢,主要是一开始没有什么截材 所以说白棋就先放在这儿,跳出 那黑棋也不给白棋以后打截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直接二路打拔,把这里补好 白棋跳,这个是棋形,黑棋跟着跳 白棋拆,安定 接下来的话,如果说黑棋直接往前跳一个 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 因为白棋在拆边的话,左边的空可以先围出来 这块棋直接安定 上面这块棋的话,因为旁边白棋还露着风 黑棋如果说拐头,那白棋再补一手,也没什么 仍然可以活棋 所以说黑棋采取一个更为主动的下法 就是先夹击,然后再跳出 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不能让白棋违控的 不过被白棋往底下,靠压玩中 把这条后路给切断的话 黑棋左边这颗子,也就需要制孤了 白棋拐头,这个地方黑棋如果说再长的话呢 被白棋震头震过来的话 这个棋虽然说二路露着风有搜刮 但是还是黑棋难受 所以说黑棋先跳出,整体逃跑 白棋跟着跳,这个地方也是个先手 不走的话被白棋直接闷头 黑棋就不太行了 所以说黑棋再跳,白棋震头 那就看左边这里的攻防 白棋的这个暴鱼圈还并不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说黑棋继续可以往外面钻 实战黑棋靠出,然后再跳刺 这里敌感肯定是沾上 沾上的话呢,主要是白棋不满意的地方 就在于会被黑棋给先断开 然后黑棋往外面突围,这样再刺 刺完之后贴住把白棋断开的话 这样就形成两条大龙互跑的局面 黑棋左边这里露着风的话 作眼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 所以说白棋可能杀不死黑棋 自己还有一些麻烦 实战白棋挖一个,这个是局部手精 可以补掉这里的断点 不过这样的话被黑棋打出完之后沾 上面这块棋也就被碰伤了 白棋断,长,黑棋打,白棋拐打,吃通 这样其实白棋是一个避免战斗的走法 虽然说这里白棋先活了,上面全部连通 但是左上角这个尾巴被黑棋给割下来 这个木树还是比较损 接下来黑棋断 白棋长一个也不是很好 这个地方既然上面已经这么损了 那白棋底下肯定要下的更为强硬一些 这里打出完之后再打是局部最狠的下方 首先先把黑棋外面的出口全部给堵死 左边黑棋跳进来的话白棋可以穿向眼 这个地方黑棋也不好连回 因为冲完之后 黑棋打吃,白棋沾,断的话呢 白棋可以先贴住 这里不要先冲了 先冲的话黑棋很有可能拐打 然后等白棋立下去足度的时候 黑棋就在旁边坐眼,这样不好杀 白棋可以直接贴下去之后 然后再跳出连回 这样的话虽然说黑棋中间还有眼位 但是就算能活,把白棋外面全部撞后 其实这样下白棋也是可以满意的 底下白棋还有潜力 实战的白棋长一个呢 这个地方露着风 被黑棋打吃穿进来 这个都是必然的走法 接下来的话黑棋有点贪心了 还要继续冲 其实这个地方拐住就已经可以满意了 因为白棋断打完之后拐回的话呢 黑棋左边有这个打吃可以吃通 下方这里打吃可以把白棋挣掉 所以说这里也就已经连上了 不用再补齐 黑棋真的先手的话可以往脚上这里去掏空 可以拐完之后飞或者说直接往33靠住 都可以活 所以说这样的话黑棋已经先手把白棋的空给搜刮了一圈 实战黑棋还要赶尽杀绝冲下去 白棋二路搬 搬完之后选择沾上 这手沾是一个问题手 黑棋外面没有拐头封锁的话 白棋应该打吃沾出来 这里白棋必须要战斗 黑棋再沾的话 那白棋再补掉这个段也不迟 这样的话呢 边上的这个木树肯定是便宜到了 左下角这块棋的话 黑棋那总不至于去这样连回 这个白棋出头非常的愉快 或者说往下面飞 唯控都行 黑棋如果说飞过来封锁的话 是吃不了白棋的 或者说这个地方黑棋想杀白棋 自己也非常危险 因为白棋可以靠出 搬的话呢 有这手夹 搬在外面的话呢 白棋联络先手 然后左边可以先断开 这样的话外面黑棋也是各种问题 仍然有这手夹 或者说黑白棋断完之后 往这里贴住 这样虽然说黑棋外面还有断打 但是这样打持的话 白棋盛出来又紧住了黑棋 左边这一块的棋 这样好几块棋需要处理 这个对杀黑棋不一定有利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外面的这个封锁 以及出头是当前局面最重要的 实战白棋也没有去打 而是选择单战 这个立方白棋怂掉的话 被黑棋再拐住 这个战斗肯定是白棋亏 等于说不仅是空没有围到 黑棋反客为主 本来是被进攻的棋 现在还要反杀白棋这一块 那白棋就太失败了 接下来白棋右边夹击 黑棋继续往里面搞事情 小剑 白棋打持先手 二路脱过 然后黑棋扳 白棋下一手棋走的是挤 这个是靠完之后 这个挤 这个是一个组合拳 直接断的话呢 黑棋打持 白棋再打 那黑棋可以提 这样的话 白棋这根棍子往外冲 黑棋断打完之后再断打 就会形成一个截针 这个截的话呢 那很明显是黑棋轻白棋重 那本来就是在白棋嘴里面的一块棋 现在黑棋等于说 这个利用半死不活的这块棋跟白棋打 还要把白棋这块棋给拽进来吃 那白棋肯定不好 并且黑棋的劫材是不用担心的 像右上角这里斑 白棋如果说跟着硬 那以后断 各种劫材 直接消劫的话呢 那黑棋就把右上给斑死 这个白棋左边吃的这块棋 吃的就很干 黑棋右上吃掉呢 这个木鼠收获太大了 所以说打截的话白棋又打不过 并且黑棋还不一定非要去跟白棋马上打 可以先把这个截放在这 反正黑棋可以先往右下去操控 什么时候觉得这个时机成熟了 再往左边去断打开截都不迟 所以说这个截白棋肯定不能去考虑 打不过黑棋 实战白棋几个 几个之后黑棋沾 白棋联络 然后黑棋沾 白棋断 黑棋再打吃 这样的话呢 就是白棋挖一个 把黑棋快棋给吃掉 但是像以后黑棋这种提先手的话 底下一路还可以 还可以漏过去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吃的就更干了 那就是十几目棋而已 这个棋白棋又亏了 接下来黑棋抢刀先手往右下去操控 爬一个靠33 这个是一个常规的下法 白棋扳黑棋反扳 这里白棋不可能杀的掉 断打的话打吃 主要是黑棋以后有这个力 力掉之后白棋敢打下来的话 黑棋断打把外面连回 那底下杀气白棋的气景 而且先这样走的话 黑棋可以直接往路飞 扩大眼眉的同时长气再立 那白棋是肯定不能打下去的 不然的话会被黑棋反杀 这里白棋二路虎一个黑棋打吃做活 这个是非常基础的一个下法 所以说白棋也就直接简单定型了 从这里打吃 斩的话呢 黑棋联络 那已经火了 白棋再去违边控 但是这个棋因为白棋左边损失太大 还是不太好下 实战白棋是冲下来转换 那黑棋断打 白棋既然转换的话 也不可能从这儿打 从这儿打这个被黑棋反打 底下两颗子又死了 所以说白棋沾 黑棋挺头 然后白棋再飞 黑棋左边先提一下 然后往底下露一个 这个地方黑棋下的也是非常的狠 一般来讲 逼住就差不多了 连这个棋子都想便宜掉 白棋照住 黑棋冲完之后选择断 这个断呢稍微复杂一点 最简单的是直接往二路爬 这样两边 二路爬的话 再走一走 这个棋就活了 然后白棋左边断打 也没有棋 外面还得再补断 这个也是最快速 最简单 能活棋的一个方法 实战黑棋还对白棋 外面这块棋有想法 所以说断在这儿 白棋贴住 黑棋上面打吃 然后穿下来 这个棋 白棋肯定不能去仗吃 仗吃被黑棋沾上呢 右下角又被黑棋给反攻 这个棋白棋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白棋断打 再打吃 把黑棋给闷进去 黑棋这个单瞻 是做活的一个好手 这个瞻呢 又起到扩大眼卫的作用 又瞄着白棋外面的断点 进气 白棋如果说 现在拐进来杀棋的话 这个棋黑棋就 又有折腾的余地了 首先可以往上面搬 这里先去造结材 然后底下黑棋就来了 冲完之后断打 白棋提结 黑棋右上断 白棋如果跟着硬 黑棋再提 这样这个结要把白棋给打爆了 白棋成的话 黑棋再断打 右上还有节材 这个结一旦打输 白棋直接崩溃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还不敢直接去杀棋 这个结也打不过 实战白棋左边 断打完之后再断 黑棋打吃 这个棋 黑棋的气势足够多的 所以说是可以吃在二路的 但是呢 没有紧住这个白棋气的话 以后像白棋这里贴住啊之类的 外面黑棋还得继续走 再收起白棋再打 等于说这里就多了一些结材 在右下会产生结针的情况下 黑棋就稳妥一点 放弃脚上的一些木属 让白棋连回 黑棋再吃通 这样的话 这里的结材 白棋就一个都没有了 然后白棋再提结 那黑棋上面冲完之后 二路夹先手 白棋组住 黑棋再提 刚才我们也说到 因为左下的这个结材都没有了 右上又是黑棋的一个结材库 所以说 这个结白棋打不过 只有自己补断 黑棋坐眼 白棋点 其实这个棋的话 应该是 就是打僵 但是呢 这手棋现在来看 并不是一个先手 现在更为重要的是 右上角 黑棋之前是一道后视 肯定不用担心 不过现在右边 白棋有一个小飞这颗子 不仅是缩小了黑棋的眼位 而且马上白棋的这个攻击 会显得非常的犀利 所以AI的建议呢 就是底下先补补 直接把上面这块棋活掉 这个木数也很大 白棋底下拐进来之后 再断打的话 形成一个结阵 打结活呢 黑棋刚好又利用右上的结材 这样的话 双方各杀一块棋 仍然是黑棋满意 所以说 只要形成结的话 黑棋都不用怕 实战黑棋跟着眼影呢 也还好 主要是黑棋之前的优势太大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怎么走 都有道理 接下来的话 其实对于白棋来说 是一个机会 黑棋上面不补 那白棋可以反攻 这一道后视 这个棋点过来 黑棋是很头疼的 反棋的话呢 白棋就跟着搬 黑棋沾上 白棋也可以跳 跳的话 直接把这两颗子一吃 而且是先手吃 这个木树 已经非常可以了 黑棋还是没有活干净 或者说白棋 不想让这个软头 被黑棋搬掉的话 也可以停头 黑棋断吃两颗子 做活 白棋还可以把这二给吃掉 这个木树是非常大的 白棋可能也是担心底下以后 黑棋这个地方去连回 连回的话 白棋要动用这个结 如果上面这个便已经占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算形成这个结针的话 那其实黑棋也是 比较头疼的 因为右上这个地方 对于白棋来说 现在也是一个结财库 因为黑棋还不活 所以说这里的话 这个棋双方的判断 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能打结的地方 都选择去避免 白棋补的话 黑棋右边顶住 然后跳进来掏空 白棋走的还是轻飘飘的 没有点在这 这个是个眼形的要点 飞这里的话 被黑棋补一手 那这个后视的压力 就小很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右边这个地方 其实黑棋这个大飞 加上跳的骑形 是联络有缺陷的 白棋如果说 变一个黑棋双的话 白棋马上就可以靠下来 这里黑棋尖顶的话 挖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 再断吃 黑棋吃底下 白棋吃右边 形成转换 这个转换的话 其实看上去 白棋目鼠可能要更加便宜一点 实战白棋是先搭出一个堡垒 把自己安定 然后再并 黑棋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聪明 先冲 先冲的话 白棋实战是选择沾上 那等于说就彻底消除了这个转换的可能性了 黑棋加来路斑 这个时候双的话呢 还是有问题 就是白棋有这个靠下来 靠下来黑棋冲断的话呢 不用说了 白棋反打完之后连回 看得非常清楚 把黑棋断开 黑棋如果说尖顶的话呢 白棋不是站在这 站在这被黑棋连回 这里白棋可以挤 挤的话 黑棋沾 白棋就搬 足度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双板凳 想往上面联络 就不要想了 这个距离太遥远 右边虽然说一路立 这个硬腿啊 是一个先手 可以做活 但是会伤到脚上 被白棋打吃 右下角又被反杀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黑棋双 反而会死一块棋 实战黑棋二路斑 那白棋靠下来之后 黑棋冲完之后断打 白棋把外面这颗子断吃 然后在中间违困 不过这样弃掉了 这颗子的话 黑棋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白棋外面不完整 被黑棋冲完之后 断打先手再靠住 这个地方白棋难受了 连回这样颗子的话呢 被黑棋顶断了 右上这颗子被割下来 价值非常大 所以说白棋选择打吃 连回这里 那黑棋就先手 把这两颗子一提 这样的话 黑棋是完全不亏的 接下来 黑棋想往右上这里 去打街 其实这个棋啊 AI认为 黑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棋 黑棋在优势的情况下呢 就把这个比较空的一些 关子全部给 收一收就可以了 最大的一个关子呢 就是左上角C手虎 这个虎的话 白棋没有任何的搜刮 并且白棋也不可能 继续跟着黑棋走 再跟着黑棋走 这个棋 黑棋先手便宜 白棋断吃 右上角的话 那黑棋就直接爬回 这个连脚带边 全部围住是非常大的 我们从后续的实战 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 实战黑棋去开截 在优势的情况下 主动去挑起一个 对于自己也有风险的截身 确实是不明知的一个下法 而且这个棋 给了白棋机会 如果说白棋 能断打在外面 把这个截给造大的话 那这个棋 白棋的胜率 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可能就要直接回到一个 黑棋烧好的一个局面了 实战白棋也是有点怂 这盘棋 白棋下的都是怂怂的 像左边这个地方 打吃出头不敢 然后中间这里 黑棋往上去刺一个的时候 白棋也是不敢去沾 跟黑棋对杀 而是选择挖一个 棋掉左上角去 退而求其次 然后右上角的话 这个截也不敢去造大 而是直接提 黑棋白棋 这盘棋发挥的不怎么样 黑棋往底下打吃 提截 然后白棋找截材 黑棋中间冲 提白棋右边扑 再提截 黑棋中间打吃 提截 接下来的话 这个白棋的截材 已经不太好找了 好 盘面上能看到的几个截材 比如说右边 找这个扑的截材的话 黑棋都不一定要跟着硬了 可以直接把这个截一提 白棋再提截 黑棋再一手截削掉 右上角白棋全死 右边的话 白棋提 黑棋脚上提掉火棋 边上这块棋 那也是火棋 因为白棋提的话 黑棋要露夹过去了 病的话阻堵 那黑棋可以倒虎 这个是个做火的好手 因为白棋提破眼 黑棋可以立 做眼 这个眼靠近去破掉的话 不成立 因为被黑棋挖 断打就成 这个不入气 黑棋活了 底下打吃沾上的话 黑棋沾 这个里面对杀 白棋气不够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截才不太好找 实战找左下 那黑棋还是把这个截一削 白棋断 黑棋提 然后黑棋左下 反正肯定是火棋 这个转换 黑棋也不亏 接下来白棋拐住 黑棋 是先往底下断 交换一手 然后上面围 黑棋当然也可以虎下来 不过虎下来 白棋提节先手的话 这里不用补了 然后左上这个地方 被白棋抢到先手的话 断打完之后连回 是有一通搜刮的 黑棋要围住边上的空 那白棋这个 一个二路爬也是先手 以后往路脚尖 这里也可以掏掉不少墓树 所以说 这里白棋存在搜刮的话 也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之前说 AI认为 黑棋在右上去跟白棋开截 非常的不划算 早一点把上面的这个边控拿住的话 那黑棋已经非常稳了 实战 黑棋断完之后 上面去围 白棋冲 黑棋立 白棋挡住 黑棋虎一个 右边刺 黑棋中间顶 中间这个地方定型也是有一点说法的 白棋直接挡住的话 黑棋扳顶住 这个非常舒服 以后各种先手把这个空一收 实战白棋尖顶 不想让黑棋钻进来 黑棋先右边打持 然后再往左边这里冲 先往上打持 白棋团住 黑棋冲 这里白棋普通的应对方式肯定是顶住 顶住的话 黑棋打持进来 白棋可以断 黑棋不敢踢 踢的话被直接冲死了 那黑棋沾的话 白棋可以沾 中间的空还是可以围住 不过黑棋这一通搜刮之后 再把上面围一围 还是没有什么变数 实战白棋主动求变 挖沾 之后打持在上面 那这个地方 黑棋这个上面的空已经损了 所以说就不可能再去提掉 黑棋也是判断清楚 直接打持 白棋提上面 黑棋再打 这个地方呢 白棋还是要往中间沾的 如果说还是执着于在上面去掏空的话 那黑棋中间提 白棋非常头疼 这个空想守住的话 会被黑棋搜刮不少 那黑棋就这样往里面冲 以后还有各种这个打持紧气的问题 所以说白棋还是先沾 沾完之后挡住 那黑棋上面不断 接下来的话 白棋如果说直接往上一路搬 黑棋也可以考虑打持 这样沾上 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棋 挡住的话打持就可以了 全部定型好 实战白棋往底下爬一个 然后往左下角二路跳 黑棋顶住 白棋提截 黑棋中间冲完之后再提 白棋再往上一路搬 这个棋刚才我们说到黑棋就可以挡住 实战的话 黑棋是左下角沾结 黑棋在这个地方又发现了这个可以出棋的问题 那白棋赶快把上方联络 黑棋底下贴住 白棋一路搬 黑棋这里出棋的话也可以选择先挖 挖的话反正白棋打持 黑棋再反打 这个结最终白棋还是只能去吃脚上 这个子不敢去沾了 沾的话弃太紧 那黑棋挖的时候 白棋打持在脚上的话 黑棋把上面这四颗子一提 也是黑棋优势 实战 黑棋是选择猴下去 那白棋收器也不好收 两边都有这个不入器的问题 所以说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直接立 这里呢变成经济独立 那白棋先立下去 黑棋打持 白棋提 黑棋联络 然后白棋这里也是一个经济独立 不过是白棋先去收器 所以说这样的话 白棋角控还是围住了 不过黑棋边上这几颗子 就全部从一路连回了 所以说黑棋这里也是比较赚的 接下来还可以把右上给提掉 那后续就是一些比较小的关子了 我们就先加快进城 这个棋下到这儿 胜负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然后双方还是在 左上角这里去打这个结 这个结也是打了好一会儿 那我们就直接放到最后 那这个结一直打到这个黑棋底下拐住 然后在提结的时候 白棋认输 这个棋继续打下去的话呢 白棋打不过 我们来看一下白棋的结材 右下是一个提 黑棋右下打吃再提 白棋扑算一个 再提黑棋扑 白棋不管是沾还是说提 黑棋下来都有没结材 然后除了这里的这个打吃结材 然后像中间这个地方的打吃 包括左边这里打吃 打吃完之后还可以再扑 包括上面打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结白棋肯定是打不过 这个结打不过 那最终黑棋差不多是磐石的样子 好 那推板棋也是相当精彩 可以说黑棋在关键的一些点上面 都把握的非常到位 像左下角 虽然说一开始 双方都没有意识到 外面这里封锁和出头的重要性 但是后来也是黑棋及时醒悟 把白棋包进去之后呢 这个棋白棋已经非常的不利了 然后在右上角黑棋后续差一点翻车 就是选择打这个棋 这样的话不利于巩固黑棋的优势 白棋如果说往外面断打 是有机会翻盘的 但是白棋都没有选择强硬出击 这个地方白棋就满足于在里面去体解 然后这个棋又打不过 最终被黑棋后半盘也是安全运转 最终收官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的悬量 好 那这番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